嗨大家好 我在前年为大家分享过一期 有关日本美魔女六个保养习惯的视频 在视频当中呢 我提到过一名叫水谷牙子的美魔女 这位美魔女呢 今年53岁 是日本第一届美魔女大赛冠军 享有日本原祖美魔女的美誉 同时她也是一名有两个儿女的母亲 虽然她已不如中年行列 但皮肤依然光洁细腻 身材苗条极致 看外表说她是20多岁都不过分 真可谓是保养有放 那么究竟这位美魔女是靠什么样的魔法 让自己成功动灵的呢 那么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美的秘诀 首先健康的生活习惯 是水谷牙子匿名的关键 据说她每天5点起床 晚上11点之前睡觉 牙子本身是为家庭主妇 所以大多是自己下厨 现代社会中风衣足食 各种佣人的美食随处可见 可是什么样的食物才是真正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呢 我们从牙子的饮食管理当中就能获得启发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自己的饮食原则就是多吃鸡肉 瘦猪肉和牛肉 多吃绿色蔬菜和其他季节性蔬菜水果等等 蔬菜呢不仅是圆白菜这类淡色蔬菜 绿色蔬菜一定会保证每餐必吃 比如藏在色拉里加些西洋花菜等等 她有两个孩子为了满足两个孩子成长期的需求 孩子们爱吃的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她都会做给孩子们吃 但自己却底口不沾 绝对不碰 而自己呢会去做一些适合自己吃的菜 水果牙子的晚餐呢主要就是鱼肉 比如鸡肉和三文鱼 虾之类的海鲜居多 其他呢还有酱汤 这样她的晚餐呢就是非常清淡又营养的 正因为她在自己的饮食生活上如此讲究资历 才使得她53岁仍然容颜在现 美必顾人 说到女性 第一关键就是皮肤 现在的牙子呢 出外都会抹上防晒霜 打羊伞 戴墨镜 做到彻底防晒 据说她年轻的时候 对皮肤保养并没有多少兴趣 孩子们很小的时候 一段时间因为照看孩子很辛苦 脸上长了一些黑斑 皮肤粗糙的情况也反反复复的出现 近30岁之后呢 她才逐步意识到护肤的重要性 本来牙子的皮肤呢是属于很干燥的一类 所以呢她知道一般的护肤方法是不适合自己的 于是开始注重皮肤的保湿 十几年前开始她就每天用蒸脸仪蒸脸 蒸脸的时候呢会抹上美容油 边蒸脸边按摩 这样由下往上 然后有里往外的按摩 这样下来脸的血液循环就得到改善 血液循环好了 脸部皮肤呢也就变得光润紧致 这点我也是有同感 我每次用完蒸脸仪之后 就会感觉上妆效果特别棒 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试试 如果没有蒸脸仪呢 可以试着用热毛巾肉糊也行 蒸完之后呢 最好用冷水收紧一下皮肤 这样效果会更好 她还有一个香蕉美容方法 就是把香蕉剁碎 加入一小勺蜂蜜 搅拌均匀后抹在面膜上 再用来敷脸 十分钟后用温水洗净 据说这套方法呢 对改善面部细纹和干燥非常有效 而且使用的材料呢是100%纯天然的香蕉 和从百元店买来的平价 不含任何美容液的面膜 其他呢为了维护皮肤的白细 她还把洗过的桃米水用来洗脸 将用过的咖啡粉拿来按摩 也就是说她的这套不花钱又不花力 有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天然素材的美容方法 我觉得很棒 真值得推荐给大家 化妆也是无论怎样的场合 她都只是化单妆 而且回到家呢立刻就卸妆 睁脸按摩 进行一系列的护理 有人算了一下 她每天花在保养皮肤上的时间 不会下雨五个小时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她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 吹发之前呢会做头皮按摩 这样往后向上的 慢慢慢慢的这样提蜡 这样的话脸部的零角就会显得很利落 这样也是一种面部的提筋运动 拥抱青春美丽是我们女人一生的宿命 美丽不会亏待自律又积极向上的人 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年龄段 都不应该放弃对美的追求 当然啦没有日复一日 坚持不懈的努力 美丽的外表不可能垂首而得 我们虽然不能拿出那么多的时间 像水果鸭子那样去各方面保养自己 但只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注重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护肤 再加上一颗阳光的心态 相信我们也能像她那样 活出自我享受人生 朋友您说呢 喜欢吃的人 容易紧张的人 反应明智的人 一些界会 많 愿昏 ke 货 贵 质 质 贱 质 贫 soprattutto质 质avi знаете质 howeverZ scooter看质 一缸